9年輕人 飛啦 我會等 我會愛我 鞭亂擊他 鞭亂擊他 救護人 背著包包長髮隨意用鯊魚夾盤柱 再拉著沈頌的行李箱搬進電梯 這婦人看起來跟一般家庭主婦沒兩樣 但這裡頭可是裝了她的情婦 行李箱實在太重 婦人還一度踏槍使勁力氣才又把行李箱扛起來準備棄屍 但這咖行李箱也就此消失 再也找不回來 時間回到2013年 在高雄市環保局任職的陳學新 跟老婆說要去南投爬山 三天後才會回家 不過她卻跑到男子招了小三 妻子找不到人馬上報警邪詢 警方丟約通練記錄 發現陳學新手機最後的斷訊位置 就是在小三家裡 警方找上門 小三說兩個人是網友 已經交往了一年多 陳學新當天找她一起爬山 不過因為怕下雨就拒絕了 對方也已經離開不清楚她去哪裡 不過小三手腳都有繃帶包紮的痕跡 她解釋是坐經由護膚時受傷的 警方隔天再打電話詢問 小三只說了一句 我的鞋笨不方便講話 沒想到警方趕到住處 小三就在一分鐘前從頂樓跳下 當場身亡 小三事前有交給妹妹一封信 案發後打開來看 才發現是遺書 強調自己已經走不下去了 警方同時也採樣 小三家裡的牆壁沙發 都有發現洗衣噴溅的痕跡 和陳家的DNA相符 懷疑小三就是畏罪跳樓 稱薛新已經遭到殺害棄屍 警方釣了監視器 這搬運大行李箱的舉動 確實很奇怪 前傅也跳出來說 小三曾經和陳學新 在台東漁港發生衝突 失手把他推到海裡 警方大動作 警方大動作循著小三的開車路線 到台東訪查20次 沿路調閱了監視器 找到了陳學新的轎車 但打開裡頭只有雜物 老婆說陳學新外表斯文帥氣 雖然有過三段婚姻 但女人緣還是好到不行 警方查訪時還發現 除了正攻以外 她似乎還同時跟8個女孩子交往 但家屬低調撇清 只有兩位比較親密的女性朋友 沒有到8位這麼多 不過小三疑似就是不滿陳學新花心 才痛下毒手 找不到陳學新的遺體 又加上被告小三已經身亡 檢方最後癥結不起訴 真相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突發中心綜合報導 不是人生嗎 是這樣的 我是 不是人生 啊 是 一 不是人生 我 吃 感谢观看